每一個走進來的客人都當自己的嬰兒 都當自己是小孩子 公司的前提就是把教材弄得很貼心 所以我一開始的終止就是 我不要做烘焙店 烘焙店是讓人覺得我要學煮東西 我要來這裡一定要成功 我是想做一個體驗店 共享的概念已經不再新鮮 但曾經做過主持人的Vinners 他開的共享控陪店有另一個亮點 就是用應用程式代替真人教學 其實客人進來後 我們就會給他一部iPad 他給了錢之後 他就可以在iPad上挑選他今天想做什麼蛋糕 他就可以由零至到完成 都是客人自己親手做的 當然過程當中人們都會問 如果我人生未進廚房怎麼辦 你不用擔心 因為有什麼問題 我們的蛋糕達人會飛奔過來救你 一般人的家空間有限 加上控陪需要各式各樣的工具和材料 由零開始並不容易 Vinners曾經都是初學者 試過用不同的方法學做蛋糕 但都覺得體驗不夠好 那時我又試過看YouTube 然後網上教學 但誰知看YouTube是免費 但我後面要花費的材料 食材工具是很昂貴的 最重要的是 如果我自己有興趣想做東西 我要洗很多東西 然後又要買很多不同的材料 本身一個很愉快 一個很有心的東西 但變得很有壓力感 我也試過跟不認識的人分享一堂 但我一遲到 或者我做得比人晚 我會覺得很有壓力感 為什麼不可以建造一個廚房 或者一個空間 是讓人覺得可以來這裡 不單止是我要學的蛋糕 是讓人來這裡是放鬆的 是一個很舒服的體驗 去年4月 Vinners找了兩個有科技背景的拍檔 他們以七位數的本金 在金鐘開始實體店 而Vinners亦負責拍片 製作應用程式裏面的教材 一開始 怎樣去表達 令嬰兒都要懂得看 這件事我要摸索了很久 包括視頻要放多大 文字要放多小要多短 這些東西是不停地嘗試 然後我都叫了很多地獄廚神的朋友 去嘗試 App裏面所有視頻 目前已經差不多幾千條 為什麼我們拍了這麼多視頻 其實我們想精準化每一個視頻 所以每一個步驟是很簡短的 例如本身一個視頻是40秒 我就把40秒分別到每一段 都只有10秒 可能分四個視頻 令到App真的好像做到一個真人老師 這樣陪著你控陪 他們開店後大約七個月回本 最高峰每個月可以生產一千八百個蛋糕 一個月有大概六位數的營業額 Vinners說正在考慮以加盟商的形式發展品牌 不過就會先做好預防措施 怎樣可以去保護我自己 不要睡醒後第二天已經有十間好市 我們這樣的Bigbee的品牌 在市面上 其實我們在做很多的措施 每一個品牌都是可以抄到的 每一個品牌是抄不到的 但是怎樣令到別人抄得貴一些 怎樣令到別人抄得辛苦一些 時間長一些 這是我們品牌最最可以做到的事 所以我們亦都在做這三件事 去盡量保護自己 才好留向市面